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就是 既然仁府聊到defender 他說這是他一輩子 目前最愛 感覺要珍藏 一輩子也不想賣 對不對 那顯示每個人生命中 都有一款可能你自己視為 最珍貴的車款 那有車收車 甚至於模型也要一起收 所以秦南 今天代表性 一定就是你的老兵 今天帶來其實不算是dream car 就是很現實的real car 就是我其實跟之前 也跟節目中有跟觀眾分享 是最近我就是把家裡 爸爸之前留下來的這台老兵 最近當成是兒子的教練車 三代了 對 那我的車當然是一九九七的C240 就算是W202比較後期的 那我現在拿這台 就是大概我記得 應該是大學時代吧 買的這一臺一比十八的車 那那個當時的話 就是大家如果是開這個車 心目中一定最喜歡的 就是AMG的C36 那這是C36 那我的是後期應該是買C43 那但是我找不到 所以我就是收了這台C36 因為當時也有在玩模型 我也特別把他的一比一的車牌 跟我的老兵的車牌 是一模一樣的 這就是爸爸當時的車牌 對 就是這個車牌 我一直留到現在都沒有動 還是我要把連車牌都是要老衛 四個數字在後面 而且就讓兒子知道說 這是爺爺的當時的車牌 對 那這就是也是現在想把老兵整理好 保足了一些老車畢竟歸老了 有一些冷氣系統啦 引擎盛油啦 這樣的老化的情況 其實是有想把他復原到一個 比較完好的狀態之外 那這台車現在變成兒子的車嘛 對 某個程度來說 就是說交到他手上 你以一個爸爸身份 你還想要幫他升級什麼 或加裝什麼上去嗎 其實他比我還積極 他整天就在W205的社團去私訊問 有這個AMG的大包 有這個大餅圈 我說你可以去找好的價錢 其實可以把老兵裝扮一下 現在也會找套件 他都混在社團裡面 好棒喔 我覺得 然後另外一台的話 就是當時的這個 刺炸德國DTM房車賽 大家同期的 其實他就是過去 從一九零一二年五一六 EVO時代到現在 就是C-Class當初 也很輝煌的這些戰績 那我當時也買了一台 1比18的模型車 那我特別選了 這一台的話 是德國很特別 他是Alan Road 他是女車手 要女車手能夠在DTM 站上冠軍的頒獎台 非常不容易 但這位女車手他辦到 所以我收的是這台 Alan Road的特別適樣的 W202的DTM ITC的賽車 我覺得你會收藏 這個版本本身的這個想法 也很特別 就是其實有市售車 能夠在賽車場上 我覺得大家都會這樣去收 就像等一下 我們看到仁甫哥的車 好像也是這樣的概念 對 這也是他的捲卡 好 謝謝 先來分享 接下來再看路哥 對 你剛剛說 不要把我的夢露碰掉了 他又倒了 他又倒了 這部車是這個 敖安迪 他爸爸 在我結婚的時候 一九九六年的時候 他送我這個MGF的模型 這個很巧 就是一九九六年 那時候MG有代理進口 然後進了這台MGF 覺得好帥 經典的就是跑車 廠篷跑車 後輪驅動的廠篷跑車 我就借他去拍婚紗 後來我跟我老婆結婚的時候 這個熬夜就寫一張卡片 然後用這個原汁 小金剛跟夢露的小網偶 說將軍報得美人歸 贏得美人歸 對啊 這我多感動 還有日期 你看八十五年 五月十九 對對對 所以我一直 好有意義 非常有意義 一直珍藏到現在 我們當然每一個坐車的 都有很多的模型收藏 但是這一步對我來講 這也是最值得紀念 對 而且當時 你要想說這是一台很拉風的車 小跑車 但你真的沒想到 時隔那麼多年之後 MG這個品牌又回來了 然後我們在聊說MGHF什麼的 我相信在你腦海裡 反而浮現的就是 我當年接觸到的那一台車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最值得紀念的一台 所以我就 而且那時候 熬椅還真的 這個這個玻璃貴子也是他送我 這很沉 對對對 對吧 就是他給他一個很好的保護 對不對 我有很多的模型車 因為貴子放不下了 我都送人 這個絕對不可能送人 絕對不要動 對對對 接下來人福 你這兩臺車福特GT 這是你的夢想車 這是我的夢想車 就是要買也買不到的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我以前開始玩車了以後 然後我記得在2006年的時候 這台紅色的曾經有運來台灣 然後在車展的時候 而且很多人想要買 太漂亮 可是最後好像沒有留在台灣 又運走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這個車子真的太好看 太好看 那時候一度到處去問有沒有人要 要有就是有辦法進進來 後來問到沒有 對好像唯一唯有三臺都在某些人特定人士手上 對然後就覺得這個是一臺 如果有一天我到美國去住 我也想要能夠買一臺這個車來玩玩看 但現在要買也沒有辦法 很難很難 這就變成只是你的夢幻車 但我們看你的夢幻車之前 請問一下你擁有那麼多的車啊 哪一臺算是啟蒙車嗎 如果啟蒙車來講的話 其實我一開始從小的時候 我媽媽呢 她就送了我一臺小小的模型車 然後那個時候我看到那模型車的時候 我覺得他的那個Mark好帥 然後是一臺紅色的跑車 然後我就認定他叫法拉利 我就覺得我長大以後 也要把這臺這個模型車變成大型 要一比一 要買下來 所以然後我就準備要去買這個車子 然後長大開始賺錢 以後去了解車子之後發現 他不是法拉利 他不是法拉利 他是阿法羅米歐 完全搞錯了 法拉利是一隻馬 然後阿法羅米歐是一個十字 再加一個蛇嘛 那那時候我一直以為十字加蛇 就是覺得很帥 我覺得他是法拉利 後來知道說原來是阿法羅米歐 法拉利可能就是紅色的 還有很多夢想車的代名詞 對 小的時候都不知道 就是媽媽送我一個紅色的 我就以為是這樣 然後所以我的第一台車 就買了阿法羅米歐的一五六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這個是我從小到大的夢想 所以第一台車我就買了阿法羅米歐 但是其實在我所有擁有的車當中 我覺得最好玩 我自己最喜歡的其實是Lotus的Elyse 不是Defender嗎 那台是我最愛的 這台是我玩過最好玩的 最好玩跟最愛 又可以分一下 然後再分一下 所以我把它變成一個 就是我把自己 可以可以可以 我擁有過的車子 我都會把它變成模型車收藏起來 那這台其實就那個時候 我收到是跟我當時候買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的顏色 然後也是敞篷的 對 所以這台車子對我來說 我覺得那時候其實我在拍 買這台車是因緣際會 那時候拍戲 他們希望要一台很酷的車子 然後呢 他們選了幾台給我看 我都覺得說 這些好像不是這個角色 應該要開的車 那時候是演一個拳擊手 然後是一個有點有點狂妄的拳擊手 後來我就覺得 那時候我看到了Elise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樣子 導演也同意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用這個車 做我在戲裡面的一個道具 那這台車操駕上有沒有什麼考驗 我們那個時候 其實我覺得他反而不需要太大的技術 因為他真的很輕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剛拿到這個車的時候 我們在深坑上面拍戲 然後我在山下 我從山下出發沒多久 他們在山上大概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說隱約就可以聽到 不是引擎的聲音 是聽到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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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的聲音 那怎麼手得賣 因為限時考量 因為那個時候 Elise他只能夠選音響 不然就是選冷氣 兩個不能 兩個都有 只能二選一 那那時候我選的是選了音響 因為我覺得說反正他長途 所以沒有冷氣 沒有冷氣 可是在臺灣比較潮濕 我那時候發現之前是到了冬天 天氣比較冷的時候 你會反潮 他因為他底下就是鋁合金 他底下是沒有任何的 所以你坐著的地方 腳踩的地方 他會是濕的 雖然外面沒有下雨 可是潮濕 他裡面就會是濕的 所以整個在開車的感覺 你會覺得說好像不是很舒服 有點暗憂 對 後來我就把他賣掉了 對 但這個還是你覺得最好玩的 是我自己最非常喜歡的一個車子 我有跟我太太講 就是因為我的夢想 通常模型就是我買了一台 就會有一台模型 然後我就說 我希望我可以再繼續更多 我太太說不要 除非你這台車賣掉 我就說這台車應該不會賣 一輩子都不賣 我把它留著 我覺得自己目前為止非常喜歡 好的 謝謝 謝謝仁甫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到的就是 欸 這個你有沒有看到 哇 這邊的七五 經典吧 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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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細聊 地球王機械從電視螢幕飆上官網了 全球第一首車輸報導 年底Toyota的全體速力道 我們現在試駕了就 滿足你對車的所有想像 七二行動 你也看不到的啊 台車友們 地床低線 邀您一起上線